狮子王著名导演理查安德森 一代宗师大唐玄奘知名编剧邹靖之 西科文娜市市议员吴同怀 美国河南联合总会的会长王立军等政商名流聚集 为代表中国角逐第89届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实施剧片 大唐玄奘首映战台 这是第一次有佛教题材的电影 代表中国大陆角逐奥斯卡的提名 下个星期大唐玄奘将代表中国 出示奥斯卡第89届 也是有史以来 中国选派有佛教背景的题材 来向西方社会传递中国的佛教文化 大唐玄奘同时也代表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的好故事 历史的优秀人物 电影大唐玄奘由洛杉矶选导寺的 星海法师在2006年初 在洛杉矶发起筹拍 为同现玄奘探求佛法真谛 克服种种磨难 前往天竺求学的传奇故事 史景拍出绝美画面 也盼能透过影像弘扬佛法 让玄奘精神普传于世 大唐玄奘的电影 已经在南加州盟视AMC 戏院上映 一直到14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华人 前往观赏 未经认识 阅儿